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节目 我是主播大雄 据美国新闻周刊报道 当地时间5月25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与白俄罗斯国防部长赫磊宁 在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会谈 签署了在白俄罗斯部署俄罗斯战术核武器的文件 签署俄强调 部署在白俄罗斯的战术核武器控制权 仍然属于俄罗斯 美国谴责这一部署计划 但表明美国无意改变自身的战略核武器立场 又指没有看到俄罗斯准备使用核武器的任何迹象 据路透社报道 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当天在莫斯科称 战术核武器 已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的命令进行转译 俄罗斯总统告知我 他签署了一项法令 内容是有关在白俄罗斯部署核武器的问题上 我们所采取的行动 这是一份具体的文件 为实现所宣布的内容而做出的决定 包括需要在白俄罗斯设置储存地点等等等等 我们都做到了 因此 启动核武器转移 当被媒体问及这些武器是否已经转移至白俄罗斯境内时 卢卡申科回应道 可能 我回去时再看一下 这是自1991年苏联解体以来 俄罗斯首次在境外部署战术核武器 5月25日 俄罗斯国防部长邵伊古在白俄罗斯首都 明斯克会见了白俄罗斯防长维克托·赫里宁 邵伊古称 与白俄罗斯防长签署的文件 这些文件确定了非战略核武器在白俄罗斯境内 存储设施的保管秩序 邵伊古指出 已向白俄罗斯武装力量 交付了一套可携带核弹头的伊斯坎德尔战术导弹系统 并协助白俄罗斯改装了部分的战斗机及携带核弹头 邵伊古表示 西方国家正在对俄罗斯与白俄罗斯两国 发动一场未宣战的战争 而俄罗斯和白俄罗斯在军事核领域采取回应措施的决定 是在两国西部边界威胁剧增的条件下所做出的 白俄罗斯防长维克托·赫里宁也谈到 在白俄罗斯部署非战略核武器 是对不友好国家挑衅性政策的回应 此外 邵伊古强调 相关计划并不违反不扩散核武器条约 因为在白俄罗斯境内 核武器的控制和使用决定仍有俄方掌控 俄罗斯不会将核武器转移给白俄罗斯 当天俄罗斯副外长米哈伊尔·加鲁金也表示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境内部署战术核武器 和遵守布达佩斯备忘录方面 没有任何的矛盾 根据布达佩斯备忘录 白俄罗斯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缔约国 不得拥有核武器 加鲁金指出 因为核武器的控制权从未移交给白俄罗斯 所以白俄罗斯仍是无核国家 对此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表示 俄罗斯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器 是俄乌冲突一年多之后 俄罗斯不负责任行为的最新例子 米勒重申了华盛顿的警告 既在冲突中使用化学 生物或核武器 将导致严重后果 但并未具体阐明会有什么后果 很多人疑问 俄罗斯在白俄部署核武器后 会对俄乌战争有什么影响 大雄可以肯定的告诉你 没什么影响 乌克兰也不怕核武器 当匕首被成功拦截的时候 毛子的核弹基本上已经废了99% 剩下的1%就是威慑力 可能最大的威胁来源于核潜艇 这玩意可是可以流动的 也是可以静默很长时间于海底某处 不对屋使用核弹是国际公认的底线 如果破了这个底线 美欧就会直接参战了 即便不出兵 也可以发动对全额境的外科手术式的打击 包括常规和非常规导弹 不止毛子有战术核武 美欧也有 估计这一年多以来 再加上以前的情报 毛子的导弹发射信息 已经差不多都被摸清了 毕竟对立对抗是长期的 自然情报也是逐渐丰富的 当然还有很多毛子内部的情报外泄 连土地的安全助理第一时间就跑到了西方 卫星系统功不可没 包括马斯克的星链 包括爱国者在内的各种防御系统 应该一直处于对毛子的在线状态 不仅仅是在乌境内 精子想用内玩 或许可以改变战场劣势 但起不到毁灭乌克兰的作用 第一 乌克兰虽然销毁了核武器 但是 乌克兰有大量坚固的防核设施 俄罗斯即便用也没法毁灭乌克兰 乌克兰的防核设施坚固到什么程度 当年 乌克兰是苏联的核心地区 冷战时期 苏联一直担心和美国会发生核大战 当年 苏联和美国的核武器储备 远比现在美俄的核储备还要多 双方都拥有数万枚核武器 苏联为了应对擦枪走火 在乌克兰修筑了大量坚固的防核设施 乌克兰的防核设施 坚固到能在美国战略级核弹 饱和打击下还能生存 俄罗斯在俄乌战争期间 声称 考虑用小型战术级核武器 打击乌克兰 人家乌克兰连战略级核武器的 饱和打击都能防护 俄罗斯用小型战术级核武器打乌克兰 不是开玩笑吗 打得动吗 打苏巴里没准行 打乌克兰纯粹就是扯弹 第二 俄罗斯什么情况下会苟急跳墙 如果俄罗斯的常规武器部队 还能在战场上撑住 俄罗斯不至于苟急跳墙 还可以用常规部队继续耗制 只有俄军常规力量被乌军彻底击溃的情况下 俄罗斯才会苟急跳墙 但是假设俄罗斯常规部队已经被乌军击溃了 一旦俄罗斯真的用了那玩意儿 乌军就可以直接攻入俄罗斯 因为俄军之前已经被乌军彻底击溃了 乌军就算打入俄罗斯 俄军也拦不住 乌克兰离莫斯科只有600公里 装甲车和坦克7到12小时就能开到莫斯科 战机就更快了 F-16大概15分钟就能飞到莫斯科 所以俄罗斯要是敢扔 乌军就会直接打进莫斯科 乌军要是已经打进俄罗斯境内 俄罗斯敢扔进入俄罗斯境内 甚至打进莫斯科的乌军吗 扔了就等于往自己老巢扔 普京可能也不敢往自己老巢扔那玩意儿 如果扔了 俄罗斯自己也玩完 如果不扔 之前已经被乌军击溃的俄军 也打不住乌军打入莫斯科 那普京还是会被乌军抓到或者干掉 如果普京敢往基辅那 哪怕扔一颗 乌克兰军队可以直接打进莫斯科 乌军占领了俄罗斯 乌克兰人可以不要乌克兰了 全体乌克兰人全部移民到俄罗斯 把俄罗斯人迁移到西伯利亚 俄罗斯面积那么大 够乌克兰人住了 由于是俄罗斯人先扔了 乌克兰的环境被破坏了 是俄罗斯的责任 乌克兰人占了俄罗斯 国际上应该也不会说什么 这是俄罗斯人自找的 因此普京大概率不会往乌克兰扔 如果不扔 乌克兰夺回领土 不会继续打俄罗斯 普京还能苟延残喘 如果扔了 乌军可能直接就打下来 普京照样玩玩 所以我断定 俄罗斯根本不敢扔 只要他扔了 别说第几次大战了 他短时间就被乌军攻克 短时间就玩完了 拿啥打大战啊 他常规力量都被乌军击溃了 拿什么打呢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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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我 我